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今天我们终于要出发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从宝定 然后往新疆方向走了 对 迫不及待的 第一次要开着这个车 正式上路了 感受一把 走这儿 终于可以开上走了 调整一下座椅 这上升短就得把它养到最高 今天天气超好 也超热 高温37度 朋友们,我们已经上到高速上来了 这会儿是叫新元高速 我们如果这一次的行程 总行程长的话 应该是3500多公里 但是我们是要去西安经过一下 西安在一个高速服务区 今天就有一个房车改装厂嘛 我们之前说了是计划到那里要去加装一个私物监控 然后把这个太阳能铺吧 就这么两个事儿 所以我们要从那经过一下再回新疆 我们到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要改装车的位置 有一个1000公里多一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开到哪儿算哪儿 开累了就在哪个服务器住车休息 明天应该反正就能到了 因为我们今天出门出的有点晚 是11点才出的门 其实今天一直处于这种比较激动兴奋的状态 我们刚刚出城区的时候 在市区里面开没有什么感觉 非常舒服 但是上到高速上面来以后呢 就是你的速度挺快了嘛 我现在只跑了80码 按理说跑到100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想先稳一点 因为毕竟刚开始开这辆车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先跑80码 跑一段时间 然后先适应一下 目前上到高速上面以后 你会能感觉到这个车 有一点点的稍微摆动啊 因为它毕竟是那个要高一些嘛 是吧 跟我们平时开乘用车的那种感觉 就不一样了 这个车它现在整高是2米88啊 但是摆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说的那么严重啊 只是有轻微的这个晃动 再说说让我比较兴奋开心的一面啊 就是这个车的这个驾驶感啊 是真的棒 这个车真的一上路啊 你就能把它的这个优势啊 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真的跟那个驾驶乘用车啊 是一个级别了 感觉是非常好 然后驾驶难度非常低啊 就跟开乘用车一样 很舒适 而且这汽油车 噪音真的还是低很多 你看我现在不由自主的 就已经上98了 对这个车要是适应起来 就适应起来的话会非常快 我先适应一会儿 过会儿滑解感受一下 你看看 是这个车呢 带来它的车 回忆 еть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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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我们华姐了啊 刚刚在加油站加了一下油 然后我们说换着开个试试 让华姐也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相对来说还是很好开的啊 对比较好开 我觉得这个车非常棒的一个优势就在这 好开 好开 就跟家用车一样的感觉 对以后路上遇到我困累的时候 华姐就可以给我换了 对 而且他这个还有个好的 看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啊 对视线很好 有点反光啊 我看看 这样子大家能看到吗 这样照都是华姐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房车看不到后面嘛 但是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啊 就是把后面 我看能遮住一点 基本上把后面全部都能照住 不会有盲区了 这个是相当棒的 对 而且第一次觉得这个额头也有个好处啊 他可以把我们这阳光折上 对 我们被晒了 对 我们以前开小车的时候啊 经常前面被晒 还要戴一个护袖 防晒袖 人家现在就很好了 好多网友说特别想看华姐开车啊 其实我们让华姐开车的几率比较少 因为我一般是都可以开 除非哪天我特别精神不是很好 特别犯困或者累了 开的时间太长了 华姐会给我换一下啊 因为可以看华姐的眼睛有点近视啊 然后腰椎间盘不是很好吗 所以不让他长时间开车 大家能看赶紧看 以后华姐开车的几率也不高 不过这个车轻松拿捏 就是我需要他跟我换的时候啊 他可以跟我换了 但是他以后开的还是会比较少 没办法 实际上 实际上我有个好司机 对 实际上华姐有个御用司机呢 一般情况下都开不太累 只要让大家知道我会开车就行了 要不然好多网友老说 为什么华姐都不会开车 华姐会啊 嗯 真的是也没谁了哈 居然突然就下雨了 哦 居然突然就下雨了 最近的天气这么高温 最近的天气这么高温 是高温预警了 我们第一天上路居然又下雨了 完了这个雨神的称号我们摘不掉了 我们又遇到了一片下雨的云彩 太闹腾了吧这 连续这么多天的高温 居然今天一出来又还遇到雨了 不过挺好的 降降温就没那么热了 对 都感受一下是吧 感谢观看